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号开幕 奥运将于18号迎来了首批运动员的入驻 官方组织最后一次媒体参观奥运村的活动 凤凰卫视作为唯一的华文媒体受邀参加 就让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镜头 一起去实地探访奥运村的情况 举世瞩目的2024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巴黎北郊的奥运村 按照计划这里将在7月18号正式迎接第一批运动员的入驻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奥运村内部什么样 运动员的房间又是怎样的 另外相关的最后准备工作进行的如何了 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好奇一起去探访一下 进入巴黎奥运村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一栋栋造型别致的公寓楼 配色给人一种现代清新眼前一亮的感觉 记者了解到这里一共有82栋建筑约3000套公寓 所有的建筑均采用环保材料建造 并且通过严格的节能标准设计 以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标 村内设有训练 餐饮 医疗 娱乐休闲和生活服务等设施和机构 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运动员们的需求 赛事期间奥运村将迎来14250名奥运选手 而残奥会期间则将有8000名运动员入驻 那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奥运村的训练场馆区域 这里面是有7个训练场馆 它是由两座电影的影棚改造而成 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是篮球和举重的训练场地 记者在和训练场馆负责人的交流过程中了解到 通过改造避免了重新建造 这样可以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而在场馆使用和项目选择上 则是综合考虑到了项目种类人数和时长三个方面 奥运村运动员的住宿同样融入了环保的理念 房间设计可以用简介来形容 在其中的一个样板间 记者还看到了曾经在东京奥运会引发热议的纸板床 并亲自测试了床体的坚固程度 这个床长大概两米 宽零点九米 据说可以承重250公斤 那么我现在站上去 感受一下 跳一跳 我本人是90公斤啊 真的很坚固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记者还了解到 由于运动员数量众多 赛事期间将会有两到三名运动员共享一个房间 而在奥运会结束后 床架将被回收 床垫和枕头则捐给学校和社会机构 另外 关于组委会为了环保奥运不安装空调的决定 多国代表团也已经表示将自行携带空调入住 凤凰卫视金亮江新 巴黎报道